這顆陀螺呢 是我們的 最終大魔王的陀螺 超王的最終大魔王陀螺 然後還有 特別的超王能力啦 然後等到他發動能力的時候呢 會變得超級特別 會有很多條很長的刃跑出來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拜生 那歡迎收看我們的 陀螺分析系列 我們今天呢 要來分析的陀螺是 B169 形變路西法 MB2D 好不好 這一顆陀螺呢 是我們的 最終大魔王的陀螺 超王的最終大魔王陀螺 個人是覺得 真的是很有那種大魔王的感覺 很帥好不好 而且是一個黑色的造型 非常的霸氣 更何況他的聖獸 都已經是 墮天使露西法 連露西法都可以拿出來用 我真的覺得 他們的腦洞真的很厲害 個人是非常期待這顆陀螺 那我們今天呢 就來跟各位分享這顆陀螺 究竟強不強 或者是該不該買吧 好 那我們就 開始吧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因為我手邊沒有跟露西法 比較像陀螺 所以 我隨便拿了一顆 巴哈姆特過來 但各位注意 它不是左迴旋 它是右迴旋 好不好 這一點各位要自己注意一下 它是右迴旋 好 那這一顆陀螺呢 由於現在資訊真的不算多 所以我只能簡略做分析 我們先從上金盤開始看好了 上金加超王晶片的話呢 我個人是覺得它超王晶片還蠻特別的 擋的是跟這種一般超王陀螺的晶片是不一樣的 那詳細資訊也還沒有公佈 所以我們只有圖片而已 都會放在右邊 超王文章的部分 我們也是沒什麼資訊啦 不過至少知道它是右迴旋專用 那再來下金盤就特別了 這一次的Ring呢 非常特別 為什麼 因為它是要配合它的 Trustis 做使用的 好不好 相當的特別 它整體造型呢 很像靈巧下金盤 然後都是一個圓形 然後有一點凹凸凹凸的造型 那我剛不是提到說 它是要搭配Trustis用的嗎 我們現在就來介紹它的Trustis 它呢 這次一樣是採用Double Trustis 而且重點是它是左右迴旋的 然後還有 特別的超王能力啦 這次的超王能力相當特別 我們這邊放兩張圖給Zoto卡 第一張圖是它未發動能力的樣子 第二張圖則是它發動能力的樣子 那它未發動能力時呢 就是一個圓形的造型 也很像靈巧下金的那種感覺 然後厚度感覺還算蠻厚的喔 然後 然後等到它發動能力的時候呢 會變得超級特別 會有很多條很長的刃跑出來 然後就搭配著它上面這個圓形的盤 就會顯得真的是蠻 偶利的 就是說 真的有點太長了 我覺得這顆Trustis應該蠻爛的 這個我覺得是 趣味性大於實用性的一個Trustis 因為各位仔細看它旁邊有一個說明 這表示在高速發射時 它會生出來 所以你是沒有辦法調整 它什麼時候要出來的 除非你短拉 能打個吸收才有機會 要不然你基本上強拉的時候 它都會出現 那我就覺得 個人覺得沒什麼用啊 因為 生的有點太出來 如果它生短一點的話 也許還蠻強的吧 可是它生的真的太出來 所以很容易被人家勾爆 而且穩定性一定不夠 好那Trustis介紹完畢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 還有個人覺得最特別的一個部分 軸心 它使用的是MV軸 這顆軸心各位看圖片 根本跟BR軸超級像 可是它是防禦型的 防禦型的BR軸 不知道它們可以搞出什麼花樣 個人很期待 好 那我們主體陀螺介紹到這邊 我們接下來介紹它 附贈的其他商品 它裡面有附贈一個 又迴旋的 黑色火花發神器 超級帥 好不好 那我有點忘記它的發售時間在哪裡了 所以 我底下應該會打 好 那我們今天的B169 形變露吸法的分析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邊 好啦 那今天我們結束了 如果你們喜歡 可以幫你按讚 分享 給高富 頻道 訂閱 FB 跟讚 可以去IG 追蹤我 那我是 分享給各位 分享給我們 下次見 拜拜 Nui 我和我們 這個嵐 是危險 一旦 進去 為甚麼 嵐 嵐 是 我 是 我 是 我 是 誰 你 次回 Wayblade Bark 激乱 Sage Long 3 2 1 GO SUE 啊